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影视創作会有什么改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月26日 中国首部文声视频AI系列动画片 《千秋诗诵》与观众见面 这部动画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牵头策划 运用人工智能技术 将《国家统编语文教材》中的200多首诗词 转化制作为唯美的国风动画 今天人工智能给媒体发展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 但与此同时 也开创着崭新的机遇与未来 当AI进军影视权 它会在影视行业扮演什么角色 人工智能参与的影视行业 又会迎来怎样的未来 各位好 这里是总台视角节目中心的 《创新进行时》 我是主持人图画 欢迎各位 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 AI 人工智能 我们将尝试来分析 AI对千行百业有何影响 以及我们作为人类 作为主体 该如何去应对 如何去改变 以及如何去自处 而今天我们第一个话题 就和日前非常火热的 AI对于影视行业的影响 紧密相关 我们请到两位嘉宾 他们特别适合谈这个话题 中国传媒大学 数据科学与智能媒体学院的 院长叶龙教授 您好 叶老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第二位是我们中国传媒大学的 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的 副教授段文凯老师 您好 段老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也看到了一点 我们的这个动画片的预告 想问一下二位嘉宾 咱们就不用那么客气 以我们专业的视角来看 刚才我们的这一部 中国首部文生视频的系列 AI动画片 千秋失送 二位看出了哪些门道 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我现在肯定要为咱们总台点赞 是吧 点赞第一个就是说 为咱们总台积极拥抱 新科技的这么一个格局 以及采用新技术的魄力点赞 第二个呢 我觉得这个IP选得特别好 是吧 然后是以诗词为主题 然后做这么一个事情 咱们总台也提出了 要做思想加艺术 加技术融合 我觉得这个呢 它采用吃歌这个主题 然后赋能而同教育 采用一个动画的形式 就是很好的一个思想加艺术 加技术这么一个融合的体现 这是第二个点赞之处 第三个呢 我觉得咱们总台 作为一个主流的行业媒体 咱们的媒体里的龙头的地位的一个机构了 是吧 也是我们传媒教育的一个风向标 就是我们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怎么培养人才 我觉得是一个风向标 我觉得这个事情 就为咱们传媒教育行业 乃至这个媒体行业的发展 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风向标 感谢叶老师的这个评点 以及对我们今后工作的寄语和息迹了 来 问一下段老师 您是我们动画的专家 您看到刚才我们的这个宣传片 也只是展示了一点点 您有什么观感 看出了一些细节 确实和以前不太一样 是AI自己生成制作的吗 能看出来吗 其实如果没有去特别提示 这个是AI去制作的 我有可能真还看不出来 所以其实从这个技术本身来说 我是非常非常的认可 而且很好奇 到底这个制作过程是怎么样的 预测一下未来我们的影视行业 AI会参与到什么程度 二位可以帮我们来梳理一下 来展望和想象一下 对于生成人工智能来说 我觉得咱们 它本身它应该是一个工具 它是产生新制生产力的一个源泉 咱们要积极军报这个工具 比如说我们现在用这个大模型 用AI去剪片花 做这个球赛的精彩基点 然后来做一些海报 做这么一些事情 然后它对于一个剧本的制作 然后我如果具有AI思维的话 然后我去编剧的话 我可以让这个大模型 给我产生一些剧情 产生一些创意 然后对于其中去选择 选择完了以后 我去更改它那个pront 然后把这个大模型 给你的创意融入进去 融入到你的这个创作的思维里边 然后来做这么一个事情 之前我们做了一个项目 跟中国电影资料馆 然后做那个老电影的修复 老电影的修复 然后我们就复活了很多 然后它已经过世了 逝去了的老电影的声音 收家们的声音 以后都可以来做这么一个事情 所以说用AI思维 就是用AI知道怎么负能 然后我们的这个事情 然后现在大家就讲AI本身 AI加加AI AI就是本身技术的这么一个研究 AI加就是AI思维 或者是AI的系统 然后加AI就是这个行业 加AI的一个应用 来做的一个事情 我知道我们的段老师 作为我们的动画的制作者 已经有过非常成熟且成功的 用AI去做动画的经验了 是不是 在去年的大概三四月份的时候 其实就开始用这种开源的生成软件 就是这个人工智能生成的软件 来去做一些这种创作尝试 我就在想 能否用这种一张一张的生成 让它连续的去形成一个 稳定的一个视频呢 当然在一开始的尝试都是比较失败的 那会有这种闪烁啊 抖动啊 那到后来其实又通过了一些手段 比如说使用真人的这种训练 就训练真人它的一些形象 它到底它的一个五官 它的一些特征 然后加上它的整个水墨在晕染 这些风格上的一些 表现风格上的一些这种训练 那最后其实形成了一个 比较完整连续的 抖动非常少的这样的一个动态 然后呢我还比较喜欢 像武侠的这种题材 所以其实就做了一个 叫做龙门的这样的水墨武侠动画短片 也是有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 这样的一个题材 去形成这样的片子 所以像龙门来讲啊 都是AI完成的 只是说它完成的不是这一张画面的全部 比如说我让AI在这里面去做一个角色 A做一个角色B 然后包括它的背景 那最后这个合成A和B和它的背景 其实是由人来去完成它的一个合成的 但是它的一个素材的生成 其实是都是由AI来去完成的 原来做龙门这样的动画片的话 大概我可能需要多久 而现在通过一个成熟的AI系统之后 做一样的品质的我需要多久 像做这样的一个短片 那我们正常做几个月都是很正常的 但是如今我们用AI的方式来去做 我们可以很快 但也不是说我们在制作过程中 所有的情况都很快 因为它经历大量的这种AI的测试 我们还有一个反复推导的一些过程 训练模型的一些过程 它也是花了一些时间 但只是说它在开发这个路径 开发一个全新的动画制作流程过程中 是需要更多的时间 但是它其实也成为了我们一种积累 就是留存下来的 可以复制的这样的东西 解决了它模型的问题 之后它生成其实是比较快的 因为这样的一个背后的系统 是我们中传的动画学院 自主开发的一个模型 所以它的开发的成本是大的 时间是久的 但是这个模型出来以后 确实做动画片比以前快了很多 而且可能会越来越快是不是 是的 因为它的训练会越来越充分和足够 是的 我们可以不断去完善它 而且像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训练和风格 其实可以去再进行一个复制 再去做它的续集 我们看到了很多人 因为这样的文声视频的软件的出现 担心他们的工作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 那对于这样的结果 其实我是 我自己反正不是特别担心 因为其实对于我们创作者来说 就是无论说是我来去做这样的一个短片内容 还是说做剧集 动画电影 它整个的一个制作流程 是由很多很多的人去共同参与完成创作的 包括一系列的画面都是反复的去推敲 由创作者他亲自的去改他的故事版 然后去参与到每一个创作细节 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去投入到里面 就是这个过程是很难从AI的工具来去完成的 它不是从一个创作者的思维 对于一个故事的逻辑 对于一个故事里面真正需要的情感 这种主观的去产生的 所以我觉得很难去生成一个更复杂的 类似电影的或者是高端的短片的这样的内容 要是作为我们整个人工智能媒介的专家 以您的观察 会不会确实如一些朋友的预言 他们的这些朋友的工作 有可能会被这样的AI所取代 您怎么看 大模型它其实只是提供了一个工具 你只要会在这个工具的迭代创新之中 对于工具的把握然后来使用好了 然后它这个岗位肯定是不会缺失的 但是你要是针对这个行业的需求 针对这个行业对于人才的这么一个要求 去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 更新自己的能力 然后会掌握那个工具的使用 会知道我这个面向 然后我这个未来想从事的行业里边 然后我需要掌握一些什么样的知识 具备上什么样的一个技能 然后从而把它纳入到自己的发展目标里边来 这个AI工具的掌握肯定是以后 每个人都要具备的这么一个素质和品质 然后来做这么一个事情 包括AI的思维 AI工具的掌握都要去具备 把工具掌握好了 作为实现自己目标或者方法的一个应用的一个工具 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个以后立足于社会很好的这么一个价值 所以不用太有AI带来的危机感 然后只要能把自己把握好 Hello 大家好 我是一星 也是一名演员 影视行业还有许多工种 他们分别会与AI碰撞出怎样的火化 创新渐行时稍后继续 各位好 这里是总裁社交节目中心的创新进行时 我是主持人图画 欢迎各位 所以我们可以再来细化一下 讲讲我们说具体影视行业当中的一些工种 帮各位网友们来做一个心灵的一个舒缓 看一看到底你们的职业是否会有危机 先说一个最近我观察到的 就是很多的我们的自媒体朋友 他们做一个短片的话 已经不光是出字幕 基本都是字幕加配音 都是AI的语音根据字幕自动生成的 所以是不是对于配音行业来讲 AI确实冲击还挺大 叶老师 你如果这种自媒体去产生一些简单的 你这个要求并不是很高那种配音的效果来说 然后它已经可以做了 但你如果想把我这个音乐配的特别的硬件 特别符合这个画面的需求 然后这个音效配的特别准确 然后可以卡点节奏都特别的对 我觉得是需要人工进一步的协作或者辅助的 想问一下段老师 咱们的动画片的配音没有启用AI是不是 是的没有启用AI 还得是专业的配音演员来配音 是的是的 差别还是很明显的 对对 我认为这种配音的AI其实肯定会大量的运用 包括一些短视频 包括一些用户上传的一些内容 而对于专业的去使用的话 也是看一些作品的形式 比如说像电影或者像动画这种 它的一个情绪传达和它的表演 其实是目前还是比较难的 好我们再来细数一个工种吧 主持人 就是我们众多的播音员主持人们 因为确实今年过年的时候 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地方媒体 他们的新闻联播 就是由AI的主持人数字分身所完成的 比如说他们播报一个播报的新闻 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是吧 你让他去说什么 然后他会通过控制他的表情 控制他的这个这个这个唇形 然后然后形成一些语音跟你说出来 但是呢你如果让他形成一些交互 让他回来一些问题 让他产生一些这个 因为咱们这个主持人培养 他要有这种临场应变能力嘛 我觉得临场应变能力是现在的主持人 AI主持人特别欠缺的 我们继续梳理一下影视演员 因为现在已经有了一些 虚拟数字人的出现 包括一些很成熟的一些数字人 而被很多人用于一种 日常生活的欣赏也好 甚至是一些商业广告啊 一些形象宣传的使用也好 怎么看待AI对于影视演员行业 对于艺人这方面的一些影响 以后呢 我觉得虚拟偶像或者是虚拟演员 肯定是会成为其中的一个 很重要的元素在里边 这样呢就对于这个表演行业 就是咱们的演员会提出来一些新的挑战 比如说他以后 他之前都是无实物表演 他以后呢 他可能除了无实物表演以外 还要跟一个虚拟对手演对手戏 对于他们自己的一些这个演员的素质 演员的素养 都会有一些新的这么一个挑战出来 做这么一个事情 我们二位其实不光是我们一线的制作者 从业者观察家 同时也是我们的学校的老师 我们也在指导我们的学生 现在这种生证式AI的涌现 它给我们的冲击 会让我们的学生们 可能也会感到一点点迷茫吗 其实在大学的这个培养过程 其实是非常综合全面的 其实专业也是他其中的一部分 但更多的还是他本身 他的人文的素养 包括他背后的这种思维的方式 学习的方式 做研究的方法 其实是很多层面的 那其实这种工具来说 对于他在做专业过程中 其实包括我自己也开设了 AIGC动画创作的这样的一些课程 那像这种课程的话 其实也会交给学生 他如何去使用这样的工具 运用在自己的动画创作的 一个工作流程里面 因为其实创作者 他的达到一个准确的 一个创作的想要的一个结果 他其实是需要很多的一个 人机沟通的过程 告诉他这个地方 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命令 来去完成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AIA它其实能带给我们 一个更加智能化的一个工具 那这种智能化工具 其实会加速它中间的 或者能把一些流程里面的东西 去做得更好 那其实是可以去交给大家 去使用更多更好的一些方式和方法 来完成自己想创作的作品 你这个从算盘到计算机 然后又到了这个电脑了 是吧 然后就到了现在大模型了 这个数学肯定要都学的 它学的并不是那种 知识是一方面 学的是那种逻辑思维的能力 肯定我觉得以后 要培养这种使用AI的能力 我觉得这个可以放在 通识课里边来做 然后加大通识教育 来做这么一个事情 但是还是回到那个问题 我觉得人要牵着AI发展 是吧 然后他 你比如说我感动点在这儿了 你人这个越来越进步了 你人的那个点越来越高了 是吧 比如说现在这个 可能这个笑点越来越高了 以后呢 感动点也越来越高了 你人进步 然后带动这个 让AI永远追不上你 所以要永远领先AI一步 这是我目前的一个思维 或者考虑 现在的语言模型 你在跟他对话的时候 让他去生成一个剧本 他是可以给到你的 但只是说 这个剧本到底它的质量如何 是否去符合我们真正在去做剧本的一些这种想法 其实还是有一些偏差的 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 其实就是他在去做一个表达和沟通的过程 那所以其实这种表达和沟通是没有办法去被代替的 那么除了影视行业 AI的进化还会为千行百业 带来哪些变革呢 创新践行时稍后继续 AI的飞速进化 不仅仅对影视从业者产生影响 也将为千行百业带来改变 医疗大模型助力居家问诊 大家好 数字复原科学家影像 如何实现 AI换脸风险 又该怎样识别 创新践行时 近期播出 AI重塑千行百业 你准备好了吗